今天来讲民国第一志者宋教人 宋哥从小就是个聪明人啊 不但当上秀才 报考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 录取分数也是第一名 可以说真的是学贯中西 当初要革命的时候 宋哥也整理了革命三大战略 首都革命、中区革命、边区革命 他个人认为应该采取中区革命会比较理想 但是我们国父孙中山表示 边区革命才是最好的策略 毕竟偷渡武器容易也方便接应嘛 其实这个想法也不无道理啦 毕竟在中国历史上成功的革命 多半位于边边角角地区 虽然宋哥想要在中区革命 也就是在重要城市发起革命 但是阿三哥你知道的 他对于别人的意见 只要跟他相左是很少被采用的 失败了几次以后宋哥看不下去了 于是他秘密策划了武昌起义 而后来的结果你知道的 那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吧